你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小超 你现在收看的是天下文章节目 内容来自网路上流行的热门文章 我现在为大家播报的这篇文章来自德国之声 《长屏观察 流浪地球2 太空清零 政策》 电影《流浪地球2》成为中国春节期间的舆论现象 时评作家长屏认为 影片集中体现了中共宣传元素 男性气质 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 两个女人拥有同一个名字 她们分别是两部电影的主角 而这两部电影也拥有同一个名字 后一部是前一部的续集 同时也是她的前传 听上去 这两个女人的故事一定很值得期待 遗憾的是 这两个都叫韩朵朵的角色非常单薄 在2019年上映的《流浪地球》中 女主角韩朵朵 被设定为一个除了是个女孩之外 一无是处的傻妞 等着自信满满的天才哥哥刘起带回家 一路都是拖累 最后被用来背诵洗脑教育的范文 而发挥作用 她不仅没有自我 甚至连名字都是别人的 收养她的男人韩紫昂 为了怀念自己病逝的女儿韩朵朵 给她取了同样的名字 在今年2023年上映的《流浪地球2》中 真正的韩朵朵成为主角 她是一名身怀武功的航天员 服役出场就表演了一个漂亮的摔打 随后 她的戏份占了半个小时以上 可谓浓墨重彩 然而 正如一些网民指出的那样 她的形象扁平苍白 无聊透顶 虽然她做过军医 去过太空站 但是这些安排 只是为了让她方便被男主角之一的刘培强追求 她真正的任务是 扮演一个患癌的妻子和母亲 温柔贤惠 而且还必须漂亮 最让我惊讶的一个剧情是 一家人在雪地里玩耍的时候 寒多多不小心弄掉了假发 露出了因为治疗而脱发的头 吓哭了孩子 刘培强上前深情拥抱 特写镜头 但是显然不是因为妻子的病痛 而是因为不再漂亮而尴尬 随后 无论在医院病床上 还是在外出旅程中 导演都让她一直戴着假发 我不知道 有多少人因为病情脱发或剃发之后 会整天戴着假发 但是导演显然认为 按照刘俗的审美标准 保持漂亮 是女人最重要的事情 哪怕你身患绝症 她的冗长戏份 既不是和病魔作斗争 也不是为地球危机而焦虑 而是和刘培强谈恋爱 以衬托后者的铁汉柔情 尽管也是非常刻板印象 而且绞柔造作的形象 另外两个戏份很重的女人形象更加扁平 压压妈妈做的 唯一事情就是生了个孩子 好小夕 则是一字不拉的帮男性老领导念稿子 不念稿子的时候 则陪伴和照料老领导 严防死守 做好预案 艳女剧情 在这部电影中 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元素 而是与她要传递的全部价值观 相辅相成 男性气质 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 正如我在长屏观察 流浪地球 中共统治到何时 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在流浪地球中 直到太阳系末日 甚至地球移居新的恒星系以后 中国现有社会形态 都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居委会 派出所 CCTV 整个统治体系跟今天一模一样 《流浪地球2》更进一步 不仅有精致的中山庄 中国制造字样特写 还为俄罗斯站台 显然 直到世界末日 中共不仅牢牢统治着中国 而且还掌控了联合国舞台 为宇宙指明方向 代表中共拯救地球的老领导周折 只重复着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语 严防死守 做好预案 危难当前 唯有责任 团结是需要代价的 甚至还有应急防控中心分发食物的场面 我不知道刚刚度过三年 疫情清零防控的中国观众 如何能够为这些话语和画面喝彩 影片中的战狼桥段也与时俱进 从吴京进化到了赵立健 面对外国代表 对危机解决方案的质疑 面稿工具人 郝小夕在联合国讲台上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战狼风格说 我方开放地下城 是告知 不是征求贵国的意见 无论虚实 不计代价 在这部电影中 质疑和抗议都一律被当作干扰领导的大政方针 宏图伟业的捣乱因素 需要果断地予以排除和镇压 在变成患癌的妻子和母亲之前 韩多多也曾伸手矫健 如前文所述 他的出场就是一个漂亮的摔打 干净利落地 将一个人打趴在地 这个人就是一名抗议者 抗议者被塑造成喧嚷 碍事 而又危险的人群 对付他们不一定需要警察 人人均可得耳诛之 这就是专制政权 希望丑化的异议者形象 影片的重头戏之一 是用地球所有的核武器炸掉月球 核弹来自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 有着不同的加密系统 由于时间紧迫 决策者当机立断 准备让233位来自世界各国的宇航员充当人肉引爆器 带着核武器遥控器登陆月球 建成遥控引爆3000多枚核弹 这是何等草菅人命的专制思维 专制者喜欢冒险 将违反科学的鲁莽包装成自己的英明神武 在三国技术人员下水恢复全球互联网络连接的剧情中 联合政府中方代表周哲指武断指挥 哪怕北京跟节点没连上 冒着撕裂地球的风险也要直接点火 结果依靠纯熟偶然的事件侥幸成功 周哲直则傲然宣告 我们的人一定能完成任务 无论虚实 不计代价 不计代价的疫情 清零 政策的逻辑原本也是如此 万一碰巧成功了呢 作者常评是中国资深媒体人 时事评论作家 六四记忆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 你正在收看的是天下文章节目 我是郑小超 继续为您播报 我现在为大家播报的这篇文章 来美国之音 作者 邓玉文 塔西陀陷阱 Tacitas Trap 犯指一个政府或政权 由于丧失了人民对他的基本信任 无论他做什么或说什么 都不会认为是善意 最新一起验证 中国地方政府陷入塔西陀陷阱的事情 是近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胡心宇事件 胡心宇是江西上饶沿山县志远中学的一名住宿生 去年10月14日在校内离奇失踪 家属 志愿者和地方政府多番搜寻未果 百日后才被人发生吊死于粮库内的树林 而此地 距学校的直线距离不过200米 尽管公安部门在调查和技术分析后已认定胡心宇系自已死亡 但依然有很多人不相信警方的这个结论 也许胡心宇的确死于自杀 因为一个中学生社会面很单纯 而且是在密封的校园内 又是在防疫最严格的阶段 从警方展示的证据看 似乎无法得出他杀的结论 可现在的问题是 此案从头至尾 由于过于离奇 很多疑点案常识无法解释 即使在警方建立了自杀的逻辑链并出示相关证据后 一些疑点还是得不到合理解释 比如 胡心宇既然决定自杀 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偏僻 杂志丛生的 人们不易找到的树林自已 从而给了大众各种猜想的空间 胡心宇事件 地方官员指责自媒体带偏节奏 在胡心宇事件的发布会现场 地方官员指责舆论尤其一些自媒体为 博眼球 流量或其他目的 而故意带偏节奏 献政府于不易 众生喧哗下 当然不排除官方眼中的某些不良自媒体会这样做 然官方也有意回避此事背景 即胡心宇在校园失踪的时候 正是中国动态清零最严之时 普通民众如果不带身份证和核酸检测证明等防疫证件 要离开自己的住所和工作单位 尚且寸步难行 一个中学生能跑多远 而胡心宇竟在校内的监控摄像头前失踪 一百多天找不到人 连地方政府组织的地毯式搜索都没有发生他的踪迹 就像外星人一样人间蒸发 这本身就是多么好的造谣素材 故要说一些自媒体用造谣删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也是政府的回应不利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地方政府可能并没有不重视这个案子 它引起的全网关注和出现很多针对政府的不利传闻 会让地方政府倍感压力 事实上 江西针对此案成立了省市县三级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的专班 期间也回应了家属和外界的质疑 但正如人们看到的 官方的动作与回应非但未能打消舆论的怀疑 反加重了这个事情的蹊跷色彩 让舆论生出种种黑幕联想 原因除了官方回应的迟钝和方式的生硬外 本质上是文章开头谈到的塔西陀陷阱 社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信政府的说法 认为地方政府从一开始就和学校管理层一起 在隐瞒事情真相 胡新宇不是离奇失踪 而是一起由校方老师和官员共同参与的犯罪集团制造的犯罪事件 要不然 人怎么可能找不到 正因为预先认定了这种或者类似看法 地方政府的回应在他们看来就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味道 而此种声音在民间舆论影响很大 让那些本来对政府半信半疑的人也跟着怀疑政府的用心 从而导致一件单纯的中学生失踪案变得复杂起来 这不是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第一次面对舆论风暴出现的塔西陀陷阱 远的不讲 去年的铁链女事件即是一个典型 尽管江苏地方政府处理了一批在铁链女事件中失职的官员 但是民众还是对铁链女就是小花梅的说法不买账 胡新宇事件和铁链女事件的一个不同之处是 中国政府刚刚经历了疫情清零的大反转 而它涉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全民对习三年处理疫情的做法非常不满 导致其形象和信誉受到极大损害 胡新宇事件发生在清零的末尾 它让民众进一步恶化了对习和中共政权的印象和认知 习近平清除政府陷塔西陀陷阱 无论是习还是中国政府 都清楚人民对中共政权信任消失的可怕后果 2014年 习在河南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 首次提到塔西陀陷阱 用他的话说 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 群众立场占歪了 群众路线走偏了 群众眼里就没有你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提出了一个理论 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 无论发表什么言论 无论做什么事 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 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 但存在的问题也不畏不严重 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 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从这段话看 习明白中共一旦陷入塔西陀陷阱的可怕后果 事实上对这一后果中共历任领导人都知道 也试图去解决它 官方学者也为政府提出了很多建议 尤其是针对自媒体时代的政府公信力问题 比如认为 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要开诚不公 公开透明 不应简单辟谣或者回避 改变传统行政范式和观念 加强政府事务的解释力 官媒要第一时间传递真相 以正式听 利用微博微信等改进工作 及时辟谣 选择合适的新闻发言人 政府不能以家常是领导手段控制社会特别是舆论 放下权力身价 融入公共话语 知民情 李民意 等等 习之所以在兰考县提出塔西陀陷阱问题 是因为兰考在毛时代 曾经出了一个县委书记的榜样 交易录 习的用意很明显 如果党的干部都像交易录那样爱民如子 政府就不会出现塔西陀陷阱 但习可能也知道 要今天的官员成为交易录式干部 是不现实的 中共不是没倡导过交易录精神 可干群关系并没有好转 中国政府也试着根据今天的状况 去探索一些新的办法改善和群众的关系 不过 如果说在网媒兴起早期 政府和官员在管理舆论和社会上 确实存在因为不熟悉这种新生的舆论生态 而在回应热点问题和公共事件时 手忙脚乱的笨拙情况 那么到现在 要说他们还不熟悉和了解自媒体 不掌握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 是不准确的 美籍政府都建立了舆论发布的标准作业流程 一旦有突发事件 官方向外界释放的信号 往往是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可从实际效果看 经常是差强人意 很多时候 并未做到在第一时间启动预案 几乎每次事件都是政府危机公关的失败 让其形象一次次受到伤害 以至现在到了不改朝换代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就不可能恢复 中共政权的信誉危机就无法挽回的程度 塔西陀陷阱是中共逃脱不了的黑洞 出现这种现象 每个案例有其各自具体原因 但深层的 共同的因素 还是要从专制政权的自身逻辑去寻找 由于他不肯放弃对国家和社会的权利和资源的垄断 不和人民分享统治权力 越要巩固政权 就越要榨取资源 剥削大众 特别对专制统治下的各级官员来说 在为政权效忠的同时 还必须满足个人的私欲 才有动力去维护这个政权及其专制统治 维护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地位 从而 专制政权就必须放纵一定程度的腐败 至于这个腐败放纵在何种程度 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 民间对腐败的承受力度以及腐败对政权造成的破坏程度来决定的 多数时候专制政权对腐败是不怎么约束的 特别是在政权默契 但有时也会对官员言一点 就像习近平开展的反腐运动 可不管怎样 腐败是一定要允许存在的 否则就无人替政权卖命 由于特权和腐败的存在 前者也是腐败之一种 不允许有自由开放的选举 有公民社会的发育和自治 有发达的媒体 让民间毫无阻碍地去监督公权力等 总之 凡是一切不利于专制政权长治久安的东西都会受到压制 即使在某个时点发展起来了 之后也会受到限制和打压 这就是中国政府塔西陀陷阱生生不息的根源 现实中 鉴于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塔西陀陷阱看起来更多是由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造成的 可这绝不仅仅意味着塔西陀陷阱只发生在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层面 由于地方政府的授权来自中央 地方执行的是中央的政令 中央当然必须承受由地方造成的信誉受损后果 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看 不存在一个中央和地方的划分 在人民的眼里 中央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 地方及其官员的一切腐败行为皆是中央之责 所以 每一起不该出现的危机和事件 都在为中国政府制造塔西陀陷阱 是中共逃脱不了的黑洞 以上是今天天下文章节目 天下文章来自网络流行文章 我们尽可能著名来源 如有遗漏 请在节目区留言告知 谢谢大家收看 如有任何人不同意播报你的作品 一请告知 我是郑小超 谢谢观看 我们下文章节目 和 Yeshua 原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